大家好,小胖又来给你们讲故事了 这次要讲的故事叫做《纪晓兰之错改过》 纪晓兰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文学家 她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 是集中国历史文化之大成的一部千古巨制 此外,她的重要著作《月威草堂笔记》 也被称为与聊斋志义一曲同工的两大文学巨著 纪晓兰能在学问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与她小时候的聪明领悟、勤奋学习是分不开的 在她学习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 小少爷,别跟我捉迷藏了 去学堂要迟到了 小少爷,快出来吧 算我求你了,行了吧 小少爷,我摔了不要紧 要是把你摔倒了怎么得了啊 怕什么呀,来福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什么 好看吧,来福 你说用什么来喂她呢 小虫子呗 好吧,那这小虫子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来福,快点把我的书包拿来 我要去学堂了 迟到了,唯你试问 慢点 别跑,小少爷,等等我 来买来买新鲜的食材 你来点吧 您照我说的写吧 上连是向阳门第春常在 下连是吧 下连嘛 鸡善人家,鸡善人家 鸡善人家,庆有余 对啊,庆有余啊 是谁在说话呢 等等我,小少爷 这位是季家的小少爷 季家世代书香门第 真是令人羡慕啊 快点了,走得快点了 还好,没有迟到 床前明月光,一世地上霜 季晓兰,你来说说我刚才讲的是什么 施先生刚才讲的是静夜思 窗外的景色固然好 也不能因此而荒废了学业 先说放心吧 那你坐下吧 吃饭了 起床了 又溜达 吃吧 捉住它 捉住它 糟糕 迟到了 白家 虎猎 糊液 桃盈 木 梅花 桂花 梅桂花 梅桐花 李小兰 你今天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到血堂啊 快去坐好吧 雷又雪 风三原竹竹啊 天朝天 竹朝天 朝天 梅花 桂花 玫瑰花 春香秋香 雪一同梅 季小兰 你在干什么 回到座位上去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小朋友 喵 喵 今天下午上的是对联课 我先出一个上联同学们来对 细雨加禽 砖后死 季小兰 你不是最能对对子吗 你先来吧 粗毛野兽石先生 你在说什么 这是我的下联 粗毛野兽石先生 请先生赐教 对的好 粗对细 毛对鱼 野兽对家禽 石对砖 先对后生对死 每个字都对得十分工整 石先生 您为什么不责骂我呢 季小兰 假如能够像过去那样 把精力都用在学习上 少玩一点 我相信你能够对出更好的对子来 小鸟这么稚嫩 你把它随便带在身边 难道就是爱护它的表现吗 季小兰 你觉得老师说的对吗 先生说的对 季小兰知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贪玩了 请先生放心 从此啊 季小兰就把精力全部都用在了学习上 后来啊 终于成为了一代大学问家 她对精学有精深的造诣 旁通百家 季小兰还一手删定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 并创编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 是我国古代最方便的工具书之一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评论和转发 我们下集再见